安理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国家要表示,市场忧虑通胀升温,隔晚美股下挫,港股周四,18日亦跟随调整。 尤其是刚出业绩的中概股沽压明显。事实上,恒指近日年番上市近越高位,但始终两万六关阻力大。市场仍然观望新经济股贵度业绩。投资气氛审慎,要维持上落市为主。 25000点为主要支持位。新能源汽车板快持续强势。国指出,市场仍然看好未来销量及占比继续提升,吸引资金追捧。 不过,近日市况转弱,应留意会否有回调风险。数家新能源车企中,仍以比亚迪股份0.1211执行力较强。 电池技术领先,产销表现逆理想,明年新厂房投产后,尿推动销售进一步上升。 业绩前景看肖,其股价升至300港元水平有一定调整。 建议可代回落至280元水平作中长线吸纳。 阿里巴巴09988及京东集团09618今日派成绩表。 郭认为,市场对今次业绩未抱有太大期望。 尤其是阿里,因应监管政策,业务有一定调节,同时亦需加大投资。 业绩增长或放缓,不过,其股价调整已多。 股值处相对低水平。 只要业绩不是超乎预期地差,股价孤压或减轻。 至于京东在商十一销情理想,股价反复向上,两者中以京东较直博。 但建议待业绩后再作部署。